白色干净的火车上多了好几道刮痕 还有许多泥沙土石的痕迹 台铁这辆229次的出轨列车 目前暂时放在事故地点南边的重德站 虽然车体完整但有部分零星受损 不过这辆列车造价大约就要8亿元 才刚交件使用不到三个月就发生事故 不过巧合的是列车出轨的地点 是西正线51公里处 火车才刚出清水隧道 就在和人隧道南口前撞击到土石流侠袋的石块 在之前泰鲁阁出轨事故的旁边 相距只有100公尺 我们这次的新自强号 它受到的义务的撞击没有那么大 同时它本身的盾位也比较重 所以它的惯性力让它没有出轨的非常严重 比较泰鲁阁事故虽然都是自强号 但当时的是4084TEMU1000型 撞上工程车前刚出隧道 没几秒的时间能反应 因此翻出铁轨擦撞隧道壁 而这一次事故是新自强2294列车EMU3000型 新型号车体较重 因此重新稳抗撞性也比较强 冲撞泥沙土时候才撞进隧道 相对有些缓冲 因此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我有明显感觉到列车晃动 那我第一时间就觉得列车出事了 因为有紧急刹车 而且大概晃动隔三到四秒就开始停电 刚好这一次车上有名义销人员 在撞到落实后立刻往前冲协助救治 冷静沉稳面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